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诗黄茶老将相求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好 这是杨尹林在香港继续给大家读报 先谈地震消息 华尔街日报 台湾东部发生强烈地震 引发海啸疫情 这个不得了 是台湾自1999年921大地震以来 发生了最强的地震 纽约时报 台湾发生25年来最强的地震 也是7.4级 日本都有海啸的警告 海啸已经发生 那么这里面就讲 它是在震源的深度 地底下大概是16公里 那么台北的震感 持续了一个多分钟 那么有一些损失 日本的冲绳岛 纳国岛也出现了 高达30厘米的海啸 香港也出现了 7厘米的海啸的一波 那么冲绳岛 宫古岛 八重山岛 都被告知警惕的问题 那么据说 宫古岛和八重山的海浪 将高达3米 美国之音 台湾发生大地震 造成城市建筑倒塌 并引发海啸 多花莲的建筑 看来有一些 房屋都倾斜 那么在台北的震感 相当的强烈 地震的震级7.2级 但是美国地震调查局 是震级是7.5级 日本也发出了海啸的警告 英国BBC也是头版头条 台湾地震现场 花莲外海发生7.2级的地震 余震不断东部多处 房屋倒塌 那么现在有一个人死亡 超过50人的受伤 那么这是911 也就是台湾中部蓝头镇的 级级震的921大地震 震级最高的地震 921造成了超过2000人的泥烂 那么这个消息呢 也就是香港明报 也是台湾花莲海域 7.3级地震 最少一死 余50伤 日本一度发海啸警报 但它现在已经解除 联合早报 也是那个头版头条 台湾余震已达到26次 未来三天 还可能发生 6.5级到7级的余震 不会一语一试的释放官 那么99年 你来 921大地震 你来 这个最严重的地震 那么这个事情的强度 跟921地震是一样 那据说呢 也是 这次这个震级的强度 相当于32颗的原子弹 能量比较小 但是会有余震 余震呢 当然损赃不一定有 921那么大 但还会有海啸的警报 星岛日报 台湾花莲 发生7.2级地震 至少4090余人伤 未来几天 还会有地震的余震 七级 明报 就谈到了花莲的7.2级地震 忽建震感强烈 厦门有一个社区 吓得全部跑了出来 那么泉州的震感很强烈 居民们在睡梦中摇醒 忽州则是摇晕了 华尔街日报 就不谈地震 谈习近平跟拜登的通话 华尔街日报 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 就中国支持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发出警告 拜登对中国政府 大力支持 俄罗斯国防工业 表示了深切的担忧 在耶伦和布林肯 即将访华之前 两人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 明报 以拜登通电话 习近平的消极因素增加 要重视 说坚持三个原则 美国打压 中国的经贸科技的制造风险 法广也是头版头条 拜登习近平通话 在台湾和高科技问题上 针锋相对 双方这个谈话的要目的是 管控紧张关系 那么白宫说 会谈即涉及到合作的可能性 也涉及到看法上的分歧 当然各种各样的看法 分歧 那么旧金山峰会之后 北京的通稿 这次的通话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 以和为规 以稳为重 以信为本 要兑现旧金山的愿景 当然就在520的 耐清德的就职之前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 明显施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预议的红线 对台独的活动 以及外部纵容支持 不会听之认知 当然对去风险 这个东西 制造风险 诸如此类 美国如果执意打压 中国的高清科技发展 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力 我们也不会做事不管 那么这里面谈的问题太多了 包括了鸿海 胡适武装等等的事情 很长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未来几天前往中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未来几周 也要去中国继续对话 纽约时报也是这个消息 拜登和习近平通话 谈及台湾贸易 还有TITO等问题 很长 也是把这个内容 估计是通稿 把双方的通稿 拿出来的整理了一下 那么特别谈到了 太平洋的问题 台海和南海 就是拜登谈了比较多 当然拜登也是重申 一个中国的政策 是美国的 不是中国的 不可预约的 那么这个事情 就是台湾的吴钊雪也讲 中国在 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 网络间谍活动 还有一个网络七甲信息的宣传站 也在增加 就灰色地带的侵犯 那这里面就很多的说法了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发言人 科比也说了 也谈到了对中国 没有在欧战争问题上的清晰态度 在洪武武装成的 当然也有些合作的问题 昆达尼的问题 还有高级军事会谈的问题 能工智能和气候变化政策的问题等等 美国之音 拜登向习近平表达了对TITO所有权的关切 这个事情呢 大家知道 美国之音继续说 拜登告诉习近平不要干涉美国选举 这个话都说了 当然这个垃圾伪装的事情呢 就是谈到了中国对美国的这个选举影响 这两天美国的新闻也吵得比较厉害 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本事 我都有点怀疑啊 所以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的发言人 刘鹏宇说 有关北京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说法 是凭空捏造 美国之音继续说 白宫说 拜习通话是台湾总统就之前 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 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机会 那么就台海和平稳定的问题 台湾总统就自己 美国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他认为呢 南中国海货将成为下一个热点 而不是台湾 那么就呢 奈秋德就职演讲 会不会画出改良 或者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呢 大家也都在猜测 联合早报 习近平和拜登的通话 就贸易和中俄国防工业合作等 课题坦诚讨论 美国华盛顿的这个 马歇尔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问题 专家葛莱仪 那说 这一次通话 是在去年旧金山会谈之后就计划好 本来就已经计划好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说法 双方也有这个改善关系的意愿 但是呢 目前两国的领导人的希望 维持现在的解冻状态 当然这里面呢 戴登无法承受在一个新的战场的危机 这个战场就是说 台海危机或南海危机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说法 就稳住关系的问题 美国官方也证实 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领导人 在4月11号 在华盛顿举行三边婚会 当然也是针对中国而来 布林肯要来 耶伦也要来 所以中美关系 看来门还是没有关上 好 法广谈到了美国财长耶伦 启程再度访问中国 聚焦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纽纹时报说 美国财长耶伦将再度访华 进行高级别的会谈 应该是会是在 跟何立峰啊 等等的见面 在见面 还有了潘公胜 好了 这个紧接的那就是布林肯的 好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经济终于触底回升了吗 他还是比较怀疑 他近期公布的数据中 有明显的迹象 显示中国经济出现的改善 但美联署的利率政策前景 可能会成为一个阻碍的因素 好了 亚洲自由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继续的刊载 他们的专访 罗奇 罗奇的主要观点是 中国经济蓝密增长点 中港的经济同步在衰退 他说现在中国的问题 早在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时候 已经出现 中国官员也很清楚 但过去十几年 一直没有被证实过 温家宝城就说过 内部需求明显收缩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城乡失业人口增多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增大 这几句话 后来的几任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都是基本上都写上来的 这问题 中央领导人就知道 这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罗奇说 中国经济表面上看似强劲 但内在 切实不稳定 不平衡 不协调 最终不可持续 那么他这一众的老朋友 就是华尔街的老朋友 其实都表示对中国前景的担忧 希望北京会重包日本的福泽 错判宏观政策 让中国进度长达数十年 或几十年的经济萧条 这个说法 摩其但对中国经济增长 无以为继 都会谈到了中国经济差 香港也一定会跟着来 就这样 没有问题 罗奇 竟讲一些难听的话 不容易被接受的话 美国之前讲到了 欠债的地产开发商 碧桂园 在香港暂停交易 现在估计 万科碧桂园 大的房地产产业 都有很多的问题 德国之声 东南亚有一个民意调查 东南亚是不是风向变了 说中国首度超过美国成站队的首选 这是新加坡智库 一个最新的民调 东南亚民众在过去几个月 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幅上升 是2020年以来首度超过美国成为战略结盟的首选 专家认为 如果未没有出现能够与之相匹敌的人的国家 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持续的上升 这个是新加坡 优索福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一个调查报告 东南亚的态势报告 关于这个消息 联合早报 他特别选择了一个标题是 东南亚对中国影响力的上升 担忧在加剧 看来也很忐忑 好来谈谈中国跟欧盟的关系 法国世界报所面对中法的分歧 法国把希望寄托在跟中国的人文联系上 这没有什么用 人文联系一直就有了解决不了任何实质的问题 德国之声等德国的媒体 相互需要了德国跟中国 中国最近发生了很多的魅力公司 但是为什么德国就不能够处以地缘政治 而拒绝跟中国的合作呢 奥地利的标准报以及德国商报 都为了这个话题展开冲突 这应该不是中共方面的大外宣的稿 也就是说呢 尽管可以有理解的地缘政治的忧虑 德国政府依然最好适应当前的现实 而不把中国继续拒之以门外 好了来谈谈马英九 华尔街日报说 马英九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到访 让中国有机会打和平牌 马英九这次访问政治两岸关系极具恶化 目的是修复受损的关系 马英九能不能承载这个责任 没说 华尔广也谈到了马英九的和平友谊之旅 登陆先说血龙于水 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干事长吴思尧说 希望马英九不要连血都被吸干了 还要跟中国说谢谢 这是说凉话 风凉话 亚洲自由电台谈到一个消息很有趣 马英九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 谈到了九二共事的时候呢 在现场采访的媒体就被中方请走 就清场不让大家听 那么这个清场很有意思 可能会有些新闻 有新闻 台湾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 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黄介正 那么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的时候呢 就谈到了这个马英九的问题 就是马英九访问大陆 虽然没有办法改变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方向 扭转民进党和共产党无法交流的固有问题 但认为可能会起到舒缓的作用 这个呢当然是金融时报一篇文章 马英九开启了降低两岸冲突之旅 认为说两个敌国之间都需要信使 但马英九现在可以成为信使 两岸这个传话人只有两个标准 要不是秘密的 这种人属于事务性的操作层面的角色 要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类传话人应该具有广泛影响力 能够影响一大批人 而被两岸当局都基本信任 这种人跟敌或有的工作身份无关 跟目的有关 服务于目的 因此呢在敌人之间也需要信使 或者就不是最佳的选择 马英九他认为可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好了 亚洲自由电台梁京的评论呢 那谈的是习近平 习近平的中国困境和中国的习近平困境 他认为习近平现在的所有的施政作为 让那些不满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中国人 对他也毫无办法 他认为有两个基本的判断 一个是今天中国的双重困境 是中国利用改朝换代重建大一统的传统 来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结果 中国借此实现了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 却没有把他摆脱这个政治文化的内生逻辑 就所谓的周期律 第二中国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 有几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深度的整合 既为中国走出这个文化困境创造的条件 尤其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灾难的风险 这个两个判断他认为当下习近平的 无能治理中国的困境 他认为习近平治得很好 还出了好几本书 中国人习近平没有办法的困境 这倒是另外一个困境 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什么实际的风险和机会 他没有办法比较 中国的解决未来的风险和机会 就无论是两个 一个革命一个战争 他认为这里面呢 海外的华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两百多年来中国建构 现代国家走过的路 如此之坎坷一个重要原因 巨大的文化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 这个问题的过去三四十年 有历史性的突破 但到了今天华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思想精英 还是没有办法突破自说自话的格局 对未来中国世界来讲 这不是一片吉祥之云 他意思讲 好了 来谈谈唐一军 明报说四月守虎 前司法部长唐一军落马 那么今年被查的中管干部 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 已经升到了十七人 法广谈到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突然被查 是习近平亲信内斗的加剧吗 他做了一套阴谋论的分析 很长很长 我觉得这里可以列去铺 一想就知道 好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台湾地震成了世界各地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 国台办正忙着招呼马英九 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地震表示关切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遗漏 第二 习近平拜登通话各自有各自的强硬立场 但没有把沟通对话的门关上 该说的说了 聚焦点不在双方领导人说什么 在耶伦访华谈什么 布林肯来谈什么 美国紧接着会做什么 中美双方谈的都是今天世界最关注的问题 百年变局时和事究竟在谁边 这才是至关重要 第三 三任的司法部长接二连山重见落马 在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当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记录 这不是执政党反腐的量力成就 这是中国司法制度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耻辱 当然也是执政党的耻辱 附加以诸多党内权力斗争设斩的猜测 我认为意义不大 高层贪腐顺手拈来一抓一个准 才是世界政党史上首人听闻的现象 第四 马英九反问大陆 如果只是当一名斡旋和平争取避战的信使 未必是一厢穷愿 但能不能起到主观意气 看好的人其实不多 在此之前多年 连战宋楚瑜包括吴伯雄 都行走一两岸 备受大陆高层的礼遇 但终究改变不了台湾主流民力 对北京对台政策的接受和认同 那么这也是历史的一个经验教训 既希望于过气的政客 没用 从今年马英九接受德国之中专管书说 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还是要相信习近平之后 台湾社会内部一片裂平 直接冲击和影响了国民党的总统选举选情 可见一斑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党制和公职的马英九 看来也只有北京对他还寄望甚阴 大陆一论认为马英九一行的深圳之旅 本质上是一场新制生产力之旅 很有意思 这样的提取 在岛内会受到更多的绩效 一论给个好评 未必会很多 罗奇对中国经济问题和香港问题的看法 尽管是一家之言 但海外舆论 对他的观点立场呼应者重 罗奇抱怨即便是香港有影响力的人士 也不敢北京高层讲真话 但是讲了真话又将如何呢 梁京的评论说 那些不满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中国人 对他也毫无办法 如果真是这样 香港敢讲真话的人自然也就屈指可数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